接下来呢就是一些衣服和鞋子的分享 首先呢是一件Marge的短袖 我今天购买的时候就分享过大家了 Marge那时候打了对折 他们是出了十二星座这个系列的短袖 我就买了自己星座的这个白羊座 胸口就是这样一个星座的标志 会带一点点水钻 背面就是你星座的名字 其实我本来以为白羊座叫Aries 这个单词我还真的不认识 那T恤就是这样一件简单干净的样子 比较薄 说真的没有觉得质量比优衣库好的哪里去 纯粹是冲着这个星座买的而已 第二件呢就是我身上这件卫衣 它就是一件普通的奶茶色卫衣 然后有两个黑色蝴蝶结 是来自ZARA的童装 然后我女儿是六岁的芝麻 我买的是十四岁的芝麻 如果她有欣赏脸可以跟我一起拍照 就给大家放一张两个人一起穿的上身照 这卫衣就是比较简单的您可爱的样子 因为卫衣一年我要穿三个季度 所以对我来说是最最实用的单品 只要遇见比较好看的我基本上都会买 十三到十四岁的买的上身就是这个效果 大概刚刚好过跨一点点 所以对我来说也是可以的 没有特别特别短的感觉 就真的好好办 下一件呢是Poangel Sister的一件衬衫 我是从Simple Sale的代购那边买的 其实这件衬衫也有名了非常久了 但是一直没有想起来要买 就突然在朋友圈看到代购发了 然后Simple Sale的价格是八十美金 再加一点代购跑退费 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值得的 衬衫的面料是非常厚的那种棉质 我觉得质量还是蛮好的 然后这个小猫咪呢 它不是印刷上去的 它是刺绣刺上去的 所以真的是有一点毛茸茸的感觉 我买的尺码呢是一一码 因为我不想把衬衫穿得非常紧身 这个尺码对我来说是很合适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这一个就是衬衫上身 大小对我是刚刚好的 稍微一点点宽松 因为我不想穿很紧 下面我就穿了 等一下会介绍一条H&M的阔腿裤 我突然发现这两个也挺配的 再来呢是一条H&M的阔腿裤 长这样子的 我平时穿27这条买的四码是真正好 然后长度对我这个身高来说也是正好的 如果是比较娇小的妹子呢 我觉得可能就有点危险 因为这个裤腿不太适合改长度 如果你把这个外面的明皇线给裁掉的话 可能就会失去一点他们设计的感觉了 而且这件裤子非常便宜 17块99吧好像 下面我觉得这种裤腿裤很实用 如果懒得涂防晒霜的话 穿这个出去比穿那种紧身的小脚裤 要凉快很多 然后它牛仔也是比较薄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适合夏天穿的一条裤子 那这一条裤子的话长度就是这个样子 1米68我还可以再录一点脚踝 我觉得如果再短一点点的话就更好了 但是绝对不能再长了 再长的话就没有这种九分裤腿裤的感觉了 那我上面呢特地穿了这种短的给大家看一下 它其实还蛮高腰的 就是腰最凹的地方 它基本上快要达到了 所以配短扇衣也没有什么问题 当然我这个就有点特别短啊 一般稍微当中录一点点问题不大的 我觉得这条裤子性价比真的很高 最后呢是一双Dr.Martin的玛丽珍鞋子 我觉得这双鞋子就非常可爱 很像我会穿的鞋子 其实我拍这期视频就是一直在等这双鞋子来 来了之后呢我在家里是穿过了 如果光脚穿的话 这后面其实是有一点硬的 我觉得时间长了应该是会磨脚的 就是这个鞋子呢我一定是会配短袜穿的 因为我的小腿腿型不太好 配上短袜之后 我在家里走了十分钟左右 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舒服 那如果之后穿出门不舒服的话 我会在留言里跟大家更新的 但是Dr.Martin的短靴我也有 从来觉得不磨脚 所以我对这双鞋应该还是蛮有信心的 其实底还蛮厚的 可以增高个两厘米这样吧 而且我很喜欢他们家这种黄色的明线 就一看就是Dr.Martin的鞋 我这双是打折买的大概就70多块钱吧 我朋友有看上一双Burberry的玛丽针 其实跟这个还挺像的 那我本人对鞋子的品牌要求不是很大 我觉得好看舒服就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这双性价比就高很多了 这个鞋非常推荐大家 真的上脚很可爱 这鞋穿上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是有一点显瘦的功能的 这套小腿2本来就是我的锅 然后它的底是有点厚度的 这穿我肯定有1米7了 总的就是人增高了 看上去就说瘦了 应该就是这道理吧 反正我是蛮喜欢这些的 配短袜的话 我觉得这种学院风还蛮适合的 我这边再补充三件 我后来新买的衣服 第一件就跟前面的HM牛仔裤 是一模一样的 我买了一条卡其色的 卡其色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比牛仔长一点 它这边就是卡其色的铜色缝线 就可以把这个裤腿给约进去 然后我稍微把两边缝了一下 就固定在里面了 这个裤子改短以后长度对我就正好了 牛仔那个不改短长度对我也正好 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卡其色本来就比牛仔的可能长一点点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裤子实在太好穿 太好搭了 所以我就买了两个颜色 第二个呢是Sandra的一条短裤 我觉得这个短裤颜色就非常好搭 而且是我喜欢的那种粗花泥的材质 它里面的内衬呢是这种滑滑的 所以其实你大夏天穿也不会非常热 我觉得是属于一年四季都能穿的一条短裤 因为这个材质冬天穿也不显得单薄 我夏天穿也不觉得热还蛮神奇的 这个其实有一个配套的西装 但是我这个人不太适合穿西装 所以我就单买了一条这个裤子 我觉得最近Sandra和Marge打折都蛮厉害的 大家可以看看有没有喜欢东西 这样裤子我个人是买的非常喜欢的 在我前两期优衣裤和ZARA的搭配里 我都有用到这条裤子 最后呢是一件ZARA的衬衫裙 其实看上去非常平平无极 但是这是我找了很久的衬衫裙 因为我想要找一件白色普通的衬衫裙 可以套毛衣 可以套马甲的 其实非常少 因为ZARA非常喜欢做那种 oversize的衬衫 这里很大 如果你套上毛衣或者马甲的话 腋下这边会多出来非常多的料子 就会很奇怪 那这一件衬衫呢 它腋下其实做的还可以 最主要是它居然做了收腰的 这样子我不仅可以搭毛衣马甲 我还可以搭腰风 反面是整个抽紧的 所以这件衬衫单穿搭配都很好看 真的是我找了很久的一件 白色普通的衬衫裙 我买的是XS嘛 就给大家参考一下长度 有一样跟我在找这种衬衫裙的同学 可以看一下这一件ZARA的 我真的是很推荐 那今天跟我分享的话就到这里了 下期就给大家开箱 我新拿的爱马仕包包 并且是我认为我足以脱坑的一只包 因为那是一只除了白金凯利以外 我最想拿到的一只包 我觉得我自己买包的规划 是不包括特殊皮的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被补皮就够了 所以那只包足以让我从爱马仕毕业了 那么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爱马仕包包开箱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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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